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3宗新型肺炎确诊 这次自去年7月底以来 内地再次录得单日三位数确诊 85宗本地感染当中82宗在河北 其余分别在北京和辽宁 河北卫健委将省内两个区域上调至中风险地区 当地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 已经成立专门小组重点监督医院的防护措施 监察医护人员入住的隔离酒店 避免交叉感染 全国目前超过8万7千5百人染病